在领域科技的工程师的帮助下呢 我又把这个随机自带的例子呢 把它挪到了S7-1211的这个CPU上面 现在看一下这个主态的情况 现在这个PRC这端它已经是连进来 然后这是MCD,左边是MCD 连接之后的情况 那现在已经在工作状态 在不停的这个循环的移动 有一个机械臂 然后把它抓取 原来的这个程序呢 抓取不到位 是移动距离只有1.7 然后领域的工程师帮我改成2.7 速度也略加快了一点 现在看的是一个实时的反馈 运动的这个情况 好,那我们看它是如何做的 再让它移动一下 刚才有一个动作卡死了 看看 好,那这个就正确 好,那么我们看如何做到的 这个标准的案例里面呢 有几个要点 一个呢就是在 1200的系列里面呢 1500系列的 它的这个地址的起点呢 是从零开始 但是1200呢 这也是领域公司 这个工程师告诉我的 就是要把这个 改成零的话 那它必须把这个IO IO的地址 给它挪到远一点 否则从零开始呢 它就会发动了以后 它就会跑到 这个1211的这个 积电器去 那它这个零的地址 是被占用 要把它挪开 挪开它这个积电器 就不会被发动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 这个地址的这个映射 传送区的这个 从零开始的这个位 才能够对得上 这是一个要点 所以刚才已经讲了 另外一个要点 就是程序 程序的这个 卡爪的移动不到位 就1.7 改成2.7 那其他的就没有 特别的地方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 这两个文档 把它做成 我们的这个 网卡 然后把它锁定在 这个 192.168.135的 这样的一个 IP地址 然后在 我们在这个 MCD这一端 有哪些设置呢 我们就看 首先是这个 外部连接的 这个变量表 这个是通过我们 这个随机自带的一个 那个 一个 Cell文件 把它导进来 它的输入跟输出 再就是 由于它的这个 命名是导入进来 它的命名都能够匹配得到 所以呢 用自动匹配 它就能够把所有的变量 一次过的全部都匹配好 再把这个 监控的这个 内部的变量监控 相当于是有一个内部的 MCD有个内部的一个PRC 那么把这个状态 都可以看得见 然后在这个程序端呢 它就可以看到 它运行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 这个监控的情况 两边是一致的 这个监控表 跟这边表现出来的 这个信号 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现在发动一下看 看两边的这个数 跑的都是一致的 完全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实时性非常好 因为MCD 它是描述了 它一个动力学过程 当物料欠约数的时候呢 它就会翻滚 跟实际情况是 拟真度非常的高 以上呢 就是有关 MCD发行的时候 在软件里面 自带的一个 ProfitNet的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是跟 S7-1513F系列 F的一个PRC 做的一个实例 那我们现在把它 在我们领域公司 工程师的帮助下 把它挪到了 S7-1211的 这个PRC里面 而且还成功了 可以把它做到 这个硬件再还的 ProfitNet 硬件再还的一个测试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